这个用嘴叼着勺子为老母亲吃饭的男子叫陈兴吟 他自强孝顺的事迹感动了无数相邻 陈兴吟七岁那年 一场意外不幸失去双臂 在他二十多岁时 父亲和哥哥患病相继撒手人寰 家里只剩下了八十八岁的母亲与陈兴吟相依为命 母亲因为疾病 每天只能躺在床上 生活的担子全压在了陈兴吟身上 为了扛起这个架 陈兴吟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就去地里干活 没有双臂就用嘴用脚用肩膀 从地里回家后 陈兴吟第一件事就是去厨房给母亲做饭 用脚夹着菜刀切菜 点火用嘴咬着锅铲翻炒 然后小心翼翼地盛到碗里 端到母亲床前 母亲起身不便 陈兴吟就俯下身 让母亲扶着她的肩膀慢慢坐起 用嘴叼着勺子 一勺勺地为母亲吃饭 陈兴吟说 这都算不得什么 只是一个儿子该做的事 向身残至尖的陈兴吟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